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祖是访回 是汉处人 祖籍山营 就是今天的支江烧行 后来秦族魏州 也有河南省的魏惠寺 他是贵族出身 他是宋太祖后皇后的出身 也就是说 赵匡英的皇后是他们后家的人 他自己也娶了种色之女 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姓赵 也是黄色的后裔 他自称自己元族是山营的后子长 他跟后子长是敌权的 因为后子长晚宁住在清湖 也就是烧行的京湖 所以自己他也号称清湖以老 看来这一点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后祖长得很丑陋 长生宋墨 密室提琴 人称后鬼头 大家看到这一点也容易想到 另一个词人 温廷云也长得很丑陋 人家称他叫温中奎 连鬼进了都有害怕他的 后祖早年啊 担任右板定制 也就是说五官 袁游总曾经担任四州太平州的同伴 有改任文官 晚宁推出苏州 渡门交述 他的脾气啊 较大 本一副权贵 喜论天下诗 论诗文 犹长于词 他的词的内容 风格 较为丰富多样 既有豪荒婉妖奥牌之长 长于催泪语言 并善于勇化其人的成绩 今天背课的时候我想 大概也就是 跟党师的词坛和诗坛的风格相一致 当时宋氏啊 由以文为诗 以财学为诗 和以议论为诗的这种特点 以财学为诗 就是经常每一句话都要求 无一之无来去 所以善于化用其人的诗文句子 当时的词坛啊 也有类似的风气 大家知道 俗色也喜欢化用其人的诗句 另外跟他同时代的词人 周邦颖更是如此 周邦颖的那一首 这个喜后 而金陵怀骨就是完全化用流鱼鞋的金陵五体而来 这一点跟时代风气有一致之趣 它的词永远推延 富有既质感和引用美 部分描困春花求有之作 欲敬也高框 语音浓历而晚 跟秦广印记道的风格有某些相识之趣 但是他也写过一些爱过有诗之作 写的悲壮激烈 有寂静于俗色 我印象当中 他的一首六周狗头写的就 朋友这样的风格 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 我在唐国藏老师的指导下 并唐宋词见上词典 我经历盯的那些选目 唐老一定要整部联手 一个就是后组的六周狗头 一个是文廷强的清元春 未知识孝 他的这种风格的词作 甚至对南宋爱国词人兴棋戒 都有一定的影响 兴棋戒也曾经修制过他的词 也看得出这种影响 传宋词收他的词年百八十三十 宋词文远卷有这么一段文字 说后组喜谈党事实 口匪不少见 谁全应归 归要全情一时 少不忠于 借口敌子 无疑词 人以为尽限 尽于 丧气十九 不得没管 意义不得知 这一点自然在很多时候 是受不到党权者喜欢的 有点用今天的词语 还有一点风情的这种味道 王作的笔记满子又说 李嫂今末起临后 却是起良一出作 却是刘仁所作业 刘侯敢子思念由李嫂 为侯返回周梅臣 事事得知 王作不赞成 刘仁啊 具有李嫂的风格 他倒肯定 后祝周梅臣 也就是周梅臣 具有李嫂的拳头 陈宁如的白玉在词画 也词相似的观点 他说 赏回词 凶重严重 另有一种伤心 说不出去 全都列于词词 而愿意变化 云腿生平 我们党的一个知名的学者 某游先生 在他跟一家营 共病的那个林奇词说里头 也说 后祝词 在拥有处少医院上面 恭喜尤为特殊 他的词 是只有整情色感的 是满心而发 思考而成 虚有疾引而不得已 也认为 他继承了李嫂的拳头 以前啊 对这一点 我理解不深 这一次 我们上这个课的背课中 我就深深地感觉到 游戏作品啊 特别是像他的秦渊 我们过去啊 一直对他有没有本事 搞不清楚 现在看 李嫂的这种风格 对秦渊的理解 也可以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夏警官啊 有一段文字 讲得很紧密 他因王子方实话 为访回言 夏世以秦辈 都八之云 平淡不胜于流术 其谷不灵于怪骗 其人不窘于瘟疫 虚事不病于省力 比心胜在统物里 勇士拱在炉己处 各界于成品 混淫不口君 其存于意外 浩然不口缺 这三句话 这八语啊 于为也返回这十字旧言 这是夏警官 您王子方实话的这个八句话 这八句啊 实际上也是我们写词的人 都应该准确的 其中后注注的较好 后注注 日温柳千卷之外 富有其咎庄浪之之 陆玉胜啊 在卷 愣后方回池 则复色字形成一文 对复色病的池选 竟然不落后注的池 兴春耿耿 并还指六周狗头为例 以为在东坡美城间 能自开富有 有连派之长 而无期短的代表作 接近傲言 龙氏之能 有看成独具之言 陆玉胜先生 跟我的道士 唐伟长先生 夏成桃先生 大家共同推举为 二十世纪 中国池坛的 善恶泰斗人 龙先生 也曾经当过我们 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我跟他的儿子 还有一点的来往 何方慈奉 从蜀色的碧开生命 到兴春节的未然称奉 而后注 鉴于这连载之间 何注成为 恩与盘孔 印之磊落的词 应该是其间的重要的构度 其慷慨纵红之作 影响较大 如星期间就受其影响 他的词作 都从唐使取其造才与故事 这种池坛的发射 影响到周邦颜 当时人以后走并成 当然周邦颜 较少受殊设的影响